来看一道练习题吧 看一道练习题 这练习题就是把我们刚才这些方法又给它运用了一下 私化公司现在购入一台生产设备 目前有加以两个设备方案 所要求的最低投资收益率是10% 甲方案的投资额是这多少 1万 用两年无产值 每年产生的是8000块钱的现金进入量 净现值是3888 告诉你了 净现值算好了 不用你算 以方案的投资额是2万 然后可用三年没有残值 每年产生的是1万元的现金进入量 净现值是4870 请你问 请问的是这个公司应该选择哪个方案去做 这是典型的吧 就是我现在就比如说我假设就是护士投资项目 那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是两年 一个是三年 所以呢项目周期不同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做 一个两年一个三年 我应该什么方法去做 我应该用年金进流量法去做 对不对 或者是共同年限法 我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条题如果你用年金进流量法 就是秒做 这题 很简单 是吧 因为这题 你看 假方案净现值是3888 以方案净现值是4780 我就写在这了 假方案的ANCF 是多少呢 年金量是多少 3888 除以 P-A 百分之十 几年 两年吧 然后算完之后是2240 这是假方案 这是假方案 以方案呢 它的年金进流量呢 就是4870 除以对应的普通年金进流量 百分之十 几年 三年 好 算完之后呢 是1958 谁大谁小 2240 大于1958 因此选的是假方案 就算完了 这条题就算完了 懂了吗 其实这条题 这么做是最快的 但是呢 我们教材当中 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怎么去做这个 所谓的 这个这个 共同年限法 还是要看一下 共同年限法 共同年限法咋做呢 我们以假方案为例 首先啊 一个是两年 一个是三年 你知道最小公倍 最小公倍数是几来着 最小公倍数是6 对吧 这两年大概的是这样子 就是两年对吧 第一年呢 你投资了 是一万块钱 然后第二年和第三年 每年产生是八千块吧 在这 在这 好 这是八千 这是八千 现在我要对这个项目 重置几次 它是两年 要想达到六年 是不是重置三次 而不是 重置两次 一次 两次 然后这放段 是不是 但你重置的时候 小四瓜帮把这个再去掉 你重置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只是把 你只是把这个重置了吗 你只是把后面这个流入信息流重置了吗 不是啊 你这个也重置了 你完全重置了 这也会有一个一万 这也会有一个一万 这才是真正的重置 各位同学 所以你发现没有 你的重置 既有流入的重置 也有流出的重置 因此哈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 这八千 你应该很明确 它就是普通年金限制 来 那就是多少呢 我写这了 八千 乘以P-A 百分之十 多少 几个 总共是六个 这个答案应该没有问题 但问题就是 你难道就只减一个一万吗 不对 你应该减掉的是三个一万 但是 这个一万你能直接减吗 这个一万你能直接减吗 不行 时间不对 它你要贴过来 它你要贴过来 所以你还得减掉一万 乘以负力限制 P-F 百分之十 多少 二 有一个是在二十点的吧 还有一个呢 是在四十点的吧 因此还要减掉一个一万 乘以P-F 百分之十 四 才可以 听明白了吗 这就是共同年限法的基本逻辑 最小单位 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坨 对吧 有一个负的一万 有两个挣的八千 由于它的最小功倍数是六 因此我要把它重置两回 对吧 重置一回 再重置一回 但重置的时候 不单重置的那个八千 你这一万的投资 你也要重置 但你重置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时间 留着时间的问题 所以这个一万 你要贴到零十点 这个一万 你也要贴到零十点 所以它的算法就是这儿 能听明白吗 能听明白吗 OK 我们中级其实是没有考过 共同年限法的 但是不排除 它是可以考的 它怎么考呢 就正常来说 其实你用这个 年纪进入量算就可以了 除非它明确题目要求 说请你运用 共同年限法来计算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才用这个方法 因此呢 这个方法我们不作为 要求大家绝对掌握 除非它真的闲得没事了 这么去做 OK 好 同样道理 以方案也是可以这么做的 对吧 以方案我就不画图了 看看你们能拿脑子拿出来 好 我画一下吧 以方案是三年的 对吧 零十点投资是多少来着 以方案投资是两万 每年现金流入是一万 对吧 这是一万 然后最小公倍数是六 对吧 最小公倍数是六 我就重置一次就可以了 因此这都有 但是你别忘了 这还有一个两万 对吧 所以你拿脑子一看就知道了吧 一万是几个 六根棍子 普通年纪限值 所以一万乘以P-A16% 两万减掉一个 还有一个在这呢 这个你把它转到零食点吧 所以两万乘以复离限值 几期 三期啊 一二三 就算完了 OK了 好了哈 我发现你们啊 我知道大家有个困惑啊 这个困惑是什么 同志们 我去选择 我去选择年金进入量 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需要投资额相同吗 年金进入量 选择的时候 我需要投资额相同吗 不需要啊 不需要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面临的一个 互斥投资决策 我要么投这个项目 要么投这个项目 然后我去判定的时候 由于期限不同 因此我要用的是年金进入量 跟你原始投资额相同或不相同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最终我看的是 你带给我的绝对收益 互斥嘛 对吧 我看的绝对收益的时候 你扣 投资额你就扣呗 我要看的是剩的那个东西 懂了吗 有的同学绕不过来了 说老师我要用这个年金进入量 一定得保证我投资额现在胡说八道呢 我算净现值也好 我算年金进入量也好 这本质上都已经是差额了 已经是流入险流出都已经差额了 跟初始投资额有啥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只要是互斥投资方案 年限不相同 就用年金进入量 我写的那两句话不是废话 独立投资看效率 相对数指标 优于绝对数指标 护着投资方向看效益 绝对数指标 优于相对数 这不是废话 这是两句非常精辟的话 能够帮助你解决很多很多 这一章的问题 各位同学 好 这里面这个提示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你要注意 就是你重置的那个方案 一定要考虑现金流量的铁线 OK 好了 题目一定会告诉你 到底是互斥投资项目 还是独立投资项目的 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 如果没说的话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可能考的大概率是属于互斥投资 因为独立投资没什么意义啊 独立投资考你干啥呢 你就算IR比较就完了呗 刚不说过了吗 独立投资考的没有意义 考的意义就在于互斥投资项目 OK 广东省深圳市的同学 你问我的这个问题 你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你在做独立投资项目的时候 我用的是IR这个指标 IR这个指标算出来是大小就可以 跟投资额没有关系 跟投资额大小没有关系 就告诉你用IR这个指标算就行了 想太多了同志们 自己瞎想在那 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指点 现在是9点半是吧 这个指点挺费劲 我跟你讲 这是全书最难的点 这是全书最难的点 但把这个指点讲完最后 我会告诉大家 终极考试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模型是什么 你把那个模型给我掌握住就行了 所以我现在不要求你 能够自己把这些例题做会 我不做这个要求 但是我要求你的是 我讲的每一步骤 你能跟得上 听明白就行了 你不需要自己给我操作一遍 我说清楚了吗 所以待会不要跟我说 老师我跟不上 跟不上回去自己跟 老师我自己能够做出来 不需要 你能听明白就行了 你按照我们终极考试难度 把那个模型掌握住了 就可以就打住 好了 来吧 接下来这个问题叫 固定资产的更新决策 首先来看决策的总体原则 固定资产更新决策 属于护斥方案 因此 护斥方案有什么方法来着 净限值或年金净学量 对吧 为啥是护斥方案 要么把这个固定资产 更新更新继续使用 就是比如设备 要么继续使用旧设备 要么呢 就换 这两件事能同时发生吗 不能 我再说一次 我们这里的固定资产更新 主要指的是 要么你给它修不修吧 继续使用这个设备 要么就换新设备 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发生 不然你浪费钱 对吧 所以要么继续使用旧设备 要么是使用新设备 这是个护斥投资 二选一等 好 第二个 既然是护斥方案 那么继续使用旧设备 和买入新设备 这两个方案就毫不相关 我们这里所谓的更新 并不是说在旧设备 基础之上更新 就是修不修不继续用 这个意思 修不修不继续用 另外也就是买新的 所以这是个护斥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请关注这句话 在固定资产更新 主要当中 使用的是 变形后的 净限制法 和年金进入量法 注意 它的基本原理是没有变的 基本原理还是净限制 还是年金进入量 但是变形之后的 因此他们都分别改了一个名字 净限制改名字 叫做成本总限制 年金进入量改了一个名字 叫做年金成本法 所以出现了两对兄弟俩 净限制 当我们需用作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的时候 它叫成本总限制 年金进入量 当我们用作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的时候 它叫做年金成本法 这个对应关系 你先搞清楚 好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认为现金流出量为正 现金流入量为负 好了 现金流出量为正 在计算的时候 现金流入量为负 这是不是就反过来了 所有的事都反过来了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更新项目的现金流 主要就是现金流出 我要换这个设备 比如说我要继续用这个设备也好 还是买一个新设备 说白了 本质上买新设备都是花钱的东西 或者修设备都是花钱的事 即使是有 也就是一点点少量的残值变现收入 所以它不是一个实质性收入增加 因此这里面我们的一个假设就是 我们在做固定资产更新决策题目的时候 往往都是指钉流出量 以流出量为正 以流入量为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但你想吧 这件事是不是反人性的 跟我们日常当中的生活常识 是不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难的原因 它的难的原因就在这 就是因为它的符号是反的 因为它反人性了 好 另外 大部分以旧设备替换新设备的方案 并不改变企业的生产能力 因为说白了 你换了一个设备 说白了 没有什么能力的提升 只是一个替换 所以预期营业收入是不变的 不会带来额外的收入 因此你会发现 收入 这一项现金流入 属于决策无关因素 不考虑了 这继续加强了 我们说我们只考虑成本 不考虑收入 最后一句话 如果 新设备扩大了生产能力呢 那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如果用的这个新设备 确实带来我的收入的提高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收入就不再是一个无关因素了吧 那我们就要考虑 但不好意思 终极根本就不会考这么复杂的 终极只会考到这 就是更新替换旧设备 使用新设备这个方案 它不会导致流入的收入的增加 因此收入是无关因素 在计算的时候 根本就不看它 终极不考这种情况 听明白了吗 好了 接着来 我们来给大家稍微的 先提前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就这些方法 相当于是有四个两组 第一组 划分标准 流入为正 流出为负 那这就是最简单的人性的思考 如果我按照整个项目周期的话 什么方法 净限值法 A-B 未来现金流量的净限值 减去原始投资额的限值 但如果我要剔除掉项目周期不同的影响 我按照项目的每一期给我画圈 每一期的现金流量的评价 那是不是就是年金进入量法呀 怎么算 就是净限值除以对应当年金限值系数 这个是刚刚讲过的东西哦 好 第二组 我的原则是 现金流入为负 现金流出为正 这个方法叫做成本总限值的方法 也就是意味着 什么叫成本总限值 我只看未来现金净流出的限制 看到没 我只看流出量 而所谓的年金成本呢 就是在它的基础之上 把年金限值系数给除掉 所以哈 我再说一次哈 它俩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在一的基础之上 除以年金限值系数 等它 它俩的关系呢 一模一样 在它的基础之上 除以对应的年金限值系数 就等于年金成本 我说清楚了吗 它俩唯一的区别 就在于符号上 就在于符号上 当然还有第二个区别 就是我们如果用下面这个方法 就不考虑收入这个因素了 收入就视而不见 就这么点区别 所以本质上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到这儿能听懂吗 到这儿其实没什么指点 到这儿就是复习 没有什么听不懂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第一种情况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寿命期相同的设备重置决策 寿命期相同的设备重置决策 大家请注意 我们再去判定这个寿命期相同还是不相同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现在本质上是护制投资方案 对吧 护制投资方案 我要看你的寿命期的问题 如果寿命期相同 那很简单 是吧 如果寿命期不相同 我要去转化一下 但是这个寿命期是什么寿命期呢 请注意是会计上的 是会计上的上课使用年限 相当于是说 我们会计上这个设备还能用五年 然后另外一个新设备也能用五年 对吧 我的旧设备还能用五年 我的新设备也是上课使用年五年 好了 这是属于寿命期相同的 注意这里面我们用的不是税法的哦 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会计上的上课使用年限 说白了 这个是在做管理决策 跟我内部决策相关 所以这个使用年限跟税务局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跟税务局没有关系 这是我内部的决策 我认为这是寿命期相同还是不相同 所以我看的是会计上的上课使用年限 好 直接来看题 来 丝瓜公司一台设备已经使用了三年 现在考虑是否需要更新 我刚漏了一句话 各位同学 这种情况下 寿命期相同 是不是我们正常用的是净限值 对吧 净限值对不对 但这条题我换那种方法用的是什么 成本总限值 所以我净限值对应的就是成本总限值 所以这条题的决策的依据就是成本总限值 但是请冷静 选成本总限值大的还是小的 净限值是选大的吧 但成本总限值呢 冷静啊 现在是成本了 所以应该选小的 懂了吗 千万别糊涂 净限值肯定选大 但成本总限值是流出啊 当然选流出少的了 这个先搞清楚 其实成本总限值就跟净限值就是反向关系 对吧 你看净限值怎么算的 投资期的加营业期的加中介期的 这些现金流量合在一起 现在呢也是一样 只不过我只盯着流出就行 好 看题目吧 看题目啊 这是我们教材上的一道立体 现在设备使用三年 考虑是否更新 所得税率是25% 资本成本率是10% 其他资料如下 请你来比较新旧良友设备的现金流出总限值 啊 然后做出这个公司是否要做出一个更新的决策 好 有一个说明 这道题有一个说明是大修 大修是确保固定资产更正常工作状态的支出 在发生时 进入当期损益不影响固定资产后续期间的账面价值 什么意思 意味着资料题默认大修理是做了费用化 没有做资本化 当期进入损益 后期就不管他没他的事 是不是简化处理的 OK 好了 来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当中是一些基础信息 有一个旧设备 有一个新设备 我现在要做的决策是我继续使用它呢 还是用它呢 好了 我说看到这道题的时候 先去想 它是寿命期相同的 还是寿命期不同的 对吧 看什么 看会计上的上课使用年限 好了来看 税法使用年限八年 已使用年限三年 上课使用年限 这里写了一个六年 但如果按照税法来的话 是八减三等于五八 但我理他吗 我不理他 这道题直接告诉我的上课使用年限 我直接用就好 这是六 对吧 好 一个新设备呢 税法使用年限六年 上课使用年限六年 好了 它是六 好了 只要这俩六相等就可以了 如果你按照税法上 应该是五年 八减三没五 但这道题我告诉你会计 我们要是按会计口径的 六等于六 OK 所以寿命期相同了 没问题 来你看都给了什么东西 原价告诉了 税法残值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上次课讲的 税法残值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所认的那个税法的账面价值 就这东西在你账上值多少钱的东西 对吧 如果中间处理的时候 账上值多少钱 对吧 好 接下来 税法使用年限告诉了 电池营运资金 告诉了 好 大修理告诉了 一个是它是在第二年发生的 它是在第四年发生的 记住当期损益 告诉你了每年折旧费 告诉你每年营运成本 好了 注意哈 每年的营运成本就等于负现成本的概念 这里的营业成本 它就是负现成本的概念 好 接下来 一个叫目前变现价值 一个叫最终报废残值 这个最终报废残值 我觉得大家应该好理解 它肯定是一个终结期的数 是吧 最后卖了能够卖多少钱 所以报废残值 类似于我们之前讲的 叫做变价净收入 报废残值嘛 卖了能卖多少钱 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个 目前的变现价值 什么叫目前变现价值 就是你现在如果卖了 能够值多少钱 对吧 我再说一次 这里的变现价值 就是你现在如果卖了 能卖多少钱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新设备 新设备的原价是7650 由于它是新设备 那它原价7650 新设备啥也没用过 那我现在把它卖了 是不是还是7650 没问题吧 但你看旧设备 旧设备原价是8400 对不对 好原价是8400 但如果你现在把它卖了呢 是4 说完了 8万4 但你现在要把它卖了呢 是4万块钱 对吧 这是你现在如果把它卖了 是4万块钱 好了各位同学 我想问问大家 我现在要做的决策是啥呢 叫做继续使用旧设备 和更换新设备 对不对 听哈 这句话非常重要 如果我现在能把它这个东西给卖了呀 我能卖4万块钱 可是我现在这个决策 我要做的是继续用它 还是用新的 意味着什么 我不卖是不是 意味着我根本就不卖它 没打算卖 但如果卖了卖4万 但是我没卖呀 我是不是就赔了4万块钱 一种机会成本的概念吗 相当于我丧失了4万块钱的收益 能理解吗 我再重复一次哈 如果现在我要把它卖了 我能卖4万块钱 但是由于我的决策方案是 继续用它还是用它 继续用的意思就是 我不卖旧设备 对不对 我不卖 那不就是意味着 我丧失了4万块钱的收益 丧失的收益 不就相当于是一种机会成本吗 按照现金流的角度来说 那不就是一个负的现金流吗 能跟上吗 能跟上哈 OK 好了 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了 假设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点来做决策 对于这个旧设备的这个变现价值的损失而言 就相当于我未来如果继续用这个旧设备的话 今天就相当于是我对这个旧设备做了一项投资14万 因为什么 因为投资就是现金流出嘛 所以如果我要继续使用旧设备 我这负的14万就相当于我现在这个投资期 我投了4万块钱 我认了 我现在我就已经损失了4万块钱 后面的话我再说吧 但当前我就损失了4万块钱 能跟上吗 能跟上吗 好的 来 我们来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你可以记在左边这个位置 我这个地方稍微慢一点 虽然说中级考的概率不算特别大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变现价值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能卖多少钱是吧 你看当前能卖多少钱这个概念 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讲的变价净收入 对吧 好当前能卖多少钱呢 这要就是4万 好但是呢 问题就是现在是不卖的 因为我的决策就是继续使用这个旧设备 对吧 或新设备 没有说这个旧设备卖了这个方案 对吧 好所以继续使用的就是不卖 不卖的话 那就意味着丧失了收益 丧失的收益 那就是意味着是一个现金流出 对吧 视为是我未来继续使用这个设备 一个投资期的一个流出 这是一个假想的投资期 到这能听明白 好 来 你看看 假设我要卖 还是我假设我要卖了 我能卖4万 但是我得看看 我当时这个设备现在值多少钱呢 此时此刻这个设备值多少钱 原价8万4 每年折旧呢 告诉我了吧 每年折旧是 多少呀 折旧没算是吧 折旧每年其实是1万块钱是吧 这很好算是吧 8万4减去4000嘛 8万4减4000 这就是原价减去净残值 然后除以税法年限8 那么这每年折旧1万嘛 对吧 现在是已经使用3年 那就是8万4减去3万 那就是5万4 也就是现在其实这晚上值5万4 但我要是卖的话能卖4万块钱 这个熟不熟啊 我刚才这个分析过程熟不熟 熟不熟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很类似于终结期的那个处理吧 你这4万块钱就相当于我们上次讲的 变价净收入对不对 我刚才那个思考逻辑在什么呢 就是我卖多少钱 我值多少钱 我要是卖多了卖少了 税务局是不是要来找我事了 你还记得吗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当前能卖多少钱4万 可是你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变现的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一个净损益啊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考虑变现净损益的影响 来 我们不用这个教材的例子 我们就还是用最简单的数 我们如果卖的话呢 能卖1000 我们如果看此时此刻的账面呢 就是800 这跟我们上次讲的例子一样吧 对吧 好了你看这种情况下呢 意味着我多赚了200块 好 如果我多赚200块 税务局盯着我这个利得 他会收我税是不是 所以我需要去纳税 那么我要去纳税就意味着我是现金的流出 这大家我应该觉得你们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吧 好 但是脑子一定要清楚 我卖了吗 哦 我没卖是吧 我不卖 那么原本的现金流出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现金流入了 跟刚刚是一样反过来思考了吧 因此就相当于是本该交的税不用交 我省税了 那不就是现金是正的吗 听明白了吗 如果按照我们上一次课的理论 我们其实讲到这就结束了 对吧 上一次课其实讲到这就结束了 这大家肯定没有问题 但这道题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假想我如果卖了 但我没卖 我刚才的假想都变得反过来了 本来是流出 但省税了 所以相当于是流入 OK 好了 同样的道理 假设原来这玩意儿我卖 我卖出去之后呢 能卖一千块钱 但我一看账面价值呢 哎 一千五 哎呀 你这个败家的 是吧 亏了五百块 好 由于是亏了五百块 我们可以用这个损失跟其他的你的收的收益 去抵一抵 对不对 好那相当于是我又是可以抵税 对吧 然后我们上次课说 抵税啊 就相当于是现金流入 对不对 好了 到这都是上次课的内容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但我没卖啊 但我不卖啊 那我的流入 没卖 哎 那就相当于是 抵税的消失 抵税效应的消失 那就变成了现金流出啦 这就变成现金流出了 因为抵税的效应消失了 变成现金流出了 所以它的基本原理上 跟我们上次课讲的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只不过多扭了一道 就是你因为你要继续使用它 所以你现在所提到的这些流出或者是流入 都跟现实相反了 Sigma同学 我已经看到你经常刷屏 而且你问的问题都比较基础 我建议你把评论区给我关掉 给我认真听课 不要问问题 OK吗 所以啊 截止到上次如果你都听明白了 就跟上次的东西全都拧个弯就行了 都是拧个弯 就是绕一下就行了 是吧 好了 把这一页记住了 我给你两秒钟的时间 不会总是给我挤个图 3 2 1 好 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表格 但是我要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我们教材上这个表格呢 我用还是教材的表格 我觉得这个教材表格也可以用 但我们原则上我们说现在应该用成本总限制的方法就对 现金流入为负 现在流出为证 但我们教材在写这个表的时候呢 还是用正向思维去做的 还是用正向思维 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 只是符号正好相反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流入为证 流出为负来看下面这个表格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案叫保留旧设备的方案 此时此刻我只看旧设备 好 有这样的若干个项目 第一笔钱 每年的营运成本 注意 我们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所得税的 各位同学 而且在计算的时候呢 最常用的计算公式 虽然我们刚才见了好多题都是用公式2 但这条题的计算其实应该用公式3 因为没给你税后营业利润 所以你用公式3是最容易的 对不对 来 公式3怎么背来着 收入乘以1-t 减负现成本乘以1-t 加折就乘t 对吧 脑子当中我们先不去想所谓收入的事 这里没提收入 那负现成本是不是要乘以1-t 来 第一项 负现成本刚才表格当中告诉了 每年营运成本13000 13000就是负现成本 所以负现成本乘以1-t 13000乘以1-25% 算完这个结果是9750 由于它是一个负现成本 所以我们教材当中仍然加了一个括号 加括号就代表它是负数的意思 加了括号就代表它是个负数 营运成本吧 第一不能跟上吗 好 营运成本是每年都会产生了 所以它会在年份一到年份六都会产生 而这里面给的限值系数 本质上是什么 是年金限制系数啊 还是负利限制系数啊 当然是年金啦 为啥呀 因为每年都有营运成本嘛 所以这个系数指的是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人家给你算好了 算的是42461.25 这是它的限制总和 第一行解决了 第二行要考虑折旧抵税的问题不 要啊 为什么 折旧成梯啊 各位同学 来 折旧多少钱 一万 刚口算过了 八万四减去四千的残值 对吧 然后除以预计 税法使用年金八年 每年一万折旧嘛 所以折旧成梯 一万成百分之二数 好 等于2500 这是正数 对吧 这是正数 但是请注意 但是请注意 请注意 年份是一到六还是一到五啊 这有个小坑啊 老师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看上课使用年限是会计的吗 对啊 我们再去做决策 这是使用寿命相同 还是不同这项决策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会计上的上课使用年限 但是我上次和说过了 这一张但凡算数了 就请你听税法爸爸的 还记得吗 税法告诉你 上课使用年限是几年啊 五年 八减三等于五 因此这里的年份是一到五 教材已经很难了啊 你听懂跟得上就行了 我们考试不会考这么难的 你放心吧 好了 所以一到五搞清楚了 给了一个限制系数 仍然是年金限制系数吧 因为折旧在第一年到第五年都会发生 好 接下来大修理费 大修理费当时 当期进入当期损益 各位同学 大修理费本质上是什么 大修理费本质就是一个负现成本吧 它只不过起了一个名字叫大修理费 本质上就是个负现的成本 对吧 要负现出去给给给修理工了 所以它的计算也依然是按照 负现成本乘以一减T 大修成本是一万八 乘以一减百分之二 等于的是13500 由于是现金流出量 所以这里边加了一个括号 但是这笔钱只是一笔钱 发生在第二年份的年末 因此给了一个系数 这是什么系数啊 负力限值吧 对吧 好了 贴完线之后是11151 同志们 这三笔钱 实际上就对应着我们的营业期 对不对 是吧 这三笔就对应了营业期 对不对 有收入的事吗 没有啊 你想想看公式三 收入乘以一减T 在这里面根本就没有 但是负现成本一减T 是不是第一项也是 第三项也是 加折旧乘T 是不是就是第二项 没有收入的事 这套期也没告诉你 会产生多少收入的事 对吧 所以前三项本质上 就是营业期的现金流量 接下来我们看456 第四项 残值变价收入 题目告诉没有 告诉了 看一下你的体干 这个200页表格最下面的一行 最终报废残值 就是这个旧设备 用到底的时候 它能卖多少钱 这不就是我们讲的 终结期的现金流量 当中的第一个吗 金盆洗手 干了那个金盆的钱 5500 它会在第六年产生 按照负力限制去计算 因为只有一笔 对吧 好了 来 我先说完这个电池回收 大家没有问题吧 电池回收 当初垫了多少钱 垫了1万块钱 等到了最后一年的时候回来 所以这有个1万 仍然在第六年产生 负力限制系数 好 这个是啥呀 这要提有税块差异吧 会计认的是8年 会计认的是上课首年 现在5年 税法上课首年 现在6年 他俩肯定有税块差异 卖了多少钱 金盆卖了5500 但是到了那个时间点 到了第六年末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各位同学 你的这个账面价值是多少呀 是多少呀 是4000 为啥是4000 题目已知条件 你看 税法残值4000 税法残值4000 就是税法所认可的残值 注意这是税法 这是税法爸爸认可的残值 就是4000 这是一个已知书 在这告诉你 对吧 这4000 其实相当于是从第五年开始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它都是4000 所以这税法的这个数 已经告诉你了 这4000 税法残值是4000 所以这不就是吗 两项一差 再乘以税率 不就是变卖净损益 对于纳税抵税影响吗 卖赚卖赔了 卖了5000块 实际上只值4000块 卖赚了 卖赚了纳税 因此取的是负数 负的375 这是终结期产生的 所以是负力限制 好 算完限制在这 所以4 5 6 是什么 是终结期的 有的同学 你要去睡 自己去睡去 不要在评论区里面刷 你要是困了 你也自己去睡去 不要在评论区里面刷 正讲的最重要的地方 你能够犯困 你不是找事 来 接下来看789 最难的其实是789 第一项 变价净收入 这就是刚才那个 变现价值 对吧 如果我现在把它卖了 能卖4000块 但我没卖 因此是一个损失 扣减4万 但这个数 发生在零时点 不需要这个系数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刚才 那个扣减4万 对吧 好 定制营运资金 扣减1万 这个大家也没有问题 已知条件 对吧 这个1万和这个1万 不是对应关系吗 收回来了 好 看这儿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讲过的那个东西 我们在现在来看 我的变价净收入 也会跟我现在来看 它所谓的账面价值 产生差额 对吧 而这个差额 也会产生 纳税 抵税的影响 只不过 这个纳税 抵税影响 是要翻过来 扭一下思考的 还记得吗 来 看一下这里边的这个数 5万4怎么来的 当前的账面价值 原价是8万4 每年折旧是1万元 此时此刻 已经记题了折旧多少年 已经使用三年 那不就是5万4吗 对吧 所以5万4怎么来的 原值减去累计折旧 等于5万4 然后跟什么比 跟你这里的4万比 就这个4万 对吧 就是这个4万 其实我们脑子得想想 你卖了4万 但它值多少钱呢 值5万4是吧 卖了4万 但是它值5万4 卖赔了 卖赔了的话是抵税 抵税的话是现金流入 但现在呢 其实没卖 反过来 那就变成现金流出 所以取括号 负的3500 我再啰嗦一遍 你现在如果卖的话 能卖4万块钱 但你一算账面价值是5万4 你都赔本买卖卖的是吧 卖亏了 卖亏了正常是可以抵税的 抵税相当于是现金流入量 对吧 但是你没卖 所以现金流入 呱唧一下 变成现金流出 所以取括号 明白了 好因此你会发现 789这三项 相当于是投资器 是继续使用旧设备的 投资器的计算 你看这不都零时点的数吗 好了 讲完了 你最终所算出来的 净现值是多少 是89089.13 这就是继续使用旧设备的 最终的净现值 当然我告诉大家 那继续使用旧设备的 成本总现值是多少呀 那就是正的89089.13 我说过那个方法 跟这个方法唯一的区别 就是符号完全去取反过来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这里边最难懂的 其实就是7 8这两个 但我告诉大家 终极考试 基本上不要求你考虑7 8 你当做这事没发生过 基本上终极是不要求你考虑7 8 好了 能听明白了 来 我稍微解释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这个问题问的 我觉得我是可以解释的 5跟8有什么区别 5跟8有什么区别 8是什么 是现在如果我把它卖了 它能卖多少钱 然后跟现在的账面价值比 对吧 那是底水影响 所以这是零时点 各位同学 是我此时此刻 我这个设备已经用了三年了 我现在此时此刻要把它卖了 卖4万 但是账面是5万4 有纳税抵税影响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我真的把这个设备 继续使用用到末 用到最后 这是终结期 这5500是最终的报废残值 这残值 这营业资金回收也是最终的 是发生在第六年末的 此时此刻往后推的第六年末的 各位同学 这时间点不一样 这时间点不一样的 各位同学 听明白了吗 有人说5是真实存在的 8是想象的 是不是 你8也不能叫想象的 这8叫做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它也是实实在在的 在做决策的时候 是需要考虑的 你不能不考虑机会成本 财务管理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在做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机会成本 不能不考虑机会成本 各位同学 听明白了 好的 旧设备的听明白了 新设备就跟玩一样 剩下没听懂的 自己听便回放 我不浪费时间解释了 没办法 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明白 这个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了 这是全数最难的地方 不可能你现在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客厦自己补 典型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 好 接下来看购买新设备 购买新设备就是你们长项了 就是你们的长项了 来吧 第一笔和第二笔 投资期 购买新设备嘛 对吧 花大钱 花小钱 花大钱设备投资 76500以至条件 花小钱 营运资金投资 营运资金垫支 11000以至条件 这都发生在零食点 好 接下来看营运期 营运期什么 用公式三 收入乘1.t 减费成本乘1.t 下轴球乘t 对吧 好了 这条题 A 那就是345 这是营运期 这是营运期 对不对 好了 来 收入不考虑 对吧 成本要考虑 对吧 成本什么 成本乘1.t 成本是7000以至条件 乘1.25% 好了 因为是成本 所以取负号 负的5250 每年都发生吧 1到6年 所以这是年金限制系数 好 限制就出来了 折旧呢 折旧能不能算 折旧肯定能算 原价是76500 残值是4500 除以税法使用年 限6年 算完之后 每年折旧额是12000 以至条件给我 不好意思 以至那个表格当中 倒数第四行给了 12000 折旧成t吗 限制流入量吧 3000 好 下一笔大修理费 大修理费本质上 也是一个负现成本 所以负现成本乘1.t 大修的9000块钱乘1.t 等于负的6750 这笔钱是在第四年发生的 条件告诉你了 所以这是4 要取的是4年期的福利限制 好了 最后三笔 综职期的 残值收入6000 对吧 就是变卖 金盆洗手 金盆的钱 对吧 这个是什么 金盆的钱 跟你实际账面价值 4500 4500哪来的 哪来的 税法残值啊 提问已知条件 税法所认可的 你最终的那个 真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叫做税法残值 4500 以知条件 对吧 产生纳税抵税影响 对吧 来你评评看啊 账面价值4500 卖能卖6000 厉害 这嘴皮子可溜了 卖赚了 卖赚了不好意思 纳税 纳税是 先纳税率为负 对吧 好 因为资金还是要回收的 这不是负1万1 最终要回来吗 但是这三笔钱 都是发生在第六年 所以新项目的这个测算 是大家会的 它的本质就是 金盆值的计算 算完之后是负的 92515.88 刚刚那个是负的8万多 这个是负的9万多 选哪个 选哪个 选小的 是不是啊 选刚刚那个吧 所以应该是继续使用旧设备 OK 是继续使用旧设备的方案才行 听明白了 有人说老师啊 这个考试的时候 这个符号怎么选啊 考试的时候 题目用什么 你就用什么 题目让你用正的 你用正的算 让你用反的 你用反的算 它一定会提示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所以啊 选的是负的少的 选的是负的少的 各位同学 所以选的是旧设备的啊 好了 我们给大家提示几个问题啊 提示几个问题 大家脑子都已经蒙了 是不是 有一个是负8 有一个是负9 哪个项目你做 想啥呢 各位同学 想啥 一个亏8 一个亏9 你选哪个 当然是亏8的 选小的那个啊 我明白了 我说错了 选绝对值小的那个啊 给吗 我我我口误 选绝对值小的那个 当然选负8这个了 是吧 亏的少一点的啊 亏的少一点的 成本少一点的 选的是负8 懂了 你现在算成本 没考虑收入的事儿了 当然选成本小的了啊 哎呀 考试表格会给吗 当然会给吧 当然考试不会考这么难的啊 你们先不用问老师 考试怎么考 我还没讲那个考试题呢 你招啥急呢 啊 一个个都要这个这个 吃整个胖子吗 招啥急呢 我不说了吗 我讲到哪 你听到哪就完了啊 真着急啊 同志们 好了 来给大家提示几个问题啊 第一 判断寿命期是否相同 看税法还是看会计 说过了 判断寿命期是否相同 这是我企业内部的决策 我们看会计人 怎么定的就行了 因为不涉及到算数的问题 这只是个决策 所以看会计上的口径 但但凡跟数相关的 就听税法爸爸的 没问题吧 OK 好 第二 区分两个概念 第一个 什么叫税法 税法残值 什么叫报废残值 税法残值就是 税法爸爸认为 你最终报废的那个账面价值 注意 它本质上是一个账面价值概念 对吧 而报废残值呢 就是把它卖了 能卖多少钱 就是变价净收入 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我说了 这是金盆洗手的金盆钱 这是税法爸爸给你认的 那个贴的标签 你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吧 这是上次课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 营业资金的收回 千万不要忘了 无论题目 告不告诉 你都要考虑 营业资金收回的问题 而且在我们终极考试当中 营运资金永远都是等额收回 因此不存在所谓纳税调整的问题 不会产生净收益 净损益的问题 问题明白 好了 第四个 什么时候用负利限制 什么时候用年金限制 你在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对吧 每年都产生的用年金 只有一笔一笔的用负利 最后一个 最终决策的时候 看清楚你比较的是净限值 还是年金成本 数字大的不一定是好事 对吧 你现在只考虑流出量的时候 当然是流出量少的是好的了 所以选的是-8那个 而不是-9那个 对吧 听明白了 好了 方二我不讲了 我们不能讲 再讲你们就疯了 好吧 这个第二个 再讲那真的就疯了 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方二我现在不讲 我有意义 就是距离下一次上终极的课 其实还挺久远的 我告诉大家 方案二 你听下一次课的前提是 你今天所有东西 你能够消化的干干净净才可以 你必须把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 消化的干干净净才可以 但是它带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今天讲的东西 你全听明白了 方案二你自己来预习 你都能够预习个差不多 你只要小心这个符号就行 其实没有新东西 各位同学 没有新东西 但问题就是 你自己前面东西没处理清楚 你这个地方听的就是个糊的 我不希望这个效果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个支点之前的 所有东西给我搞清楚 搞透彻了 你再来听这个方案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豁然开了 好简单 能听明白吗 以及此时此刻 我不要求你 去做这个部分的习题 此时此刻 我不要求你现在去做更新决策的习题 当然你可以尝试的去做 没问题的 因为你会发现 尝试去做之后 比我们上课讲的立体简单的多 我们下一次会给大家讲 考试的难度是什么样子的 你不用着急 你先把所有的原理给我搞清楚了 如果考试真的变难的 你也能够应对的了 你也发现了 这两年中级考试多多少少的难度 比以前要高一些 那这个高体现在哪 就是有一些以前不怎么考的 他可能现在考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放弃的原因 你们能明白吗 我们是多么的期待 多么的希望 他真的就还是跟原来一样不考 可是他一单考了怎么办 因为我知道周末班 大概不会讲这么深的东西 周末班冲刺 60分 绝对没问题 对吧 但你要想再高一点 这些东西你得听懂 你得听会 让自己的风险系数低一点 安全叙述高一点 听明白了吗 所以啊 袁硕老师 你看过来都不讲 我们俩的设定就是这样子 我们俩的分工就是这样子的 我讲的要细一些 他讲的要粗一点 要快一些 顾老师第四章都会讲完了 都快赶上我了 是吧 这很正常 这就是不同班型 说白了 你听完我的课 你再听到顾老师的课 你肯定更加加深印象 是吧 你第一遍听的时候 似懂非懂 似懂非懂 换一个老师再给你讲第二遍 就相当于是复习了 你一定能够听明白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不要期待着一次性 把这些所有能力搞清楚 OK 来 今天给大家写个寄议 有的时候老师只听我的行吗 可以 你如果想听两个老师讲 可以 你想只听我的 可以 只听顾老师 可以 都可以 大家自己去选择 今天这个话 我觉得 也送给你们 也送给我 强者能控制情绪 弱者被情绪控制 对 sommes 我们下期待